二三十歲才明白 不要把工作想得那麼重要 不然會把自己累死 曾經維是很努力的人 一個人做兩個人的活 後休都不敢休 生病也遠都要在家工作 後來遭遇同事的陷害 跟主管的PUA 工作中噁心的人和事 讓我知道工作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第一,主管並不會因為你的埋頭不斷而看重 給你身職加薪 老闆都喜歡會拍馬屁的 做得多呢,永遠比不上說得好 丟有的 但我千萬不要太賣力 不然你就做得多,錯得也多 第二,同事永遠都是同事 不可能成為朋友 如果說以後不會一起共事的話 基本上就不會再聯繫了 第三,自己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有人會感恩你為工作付出了多少努力 加了多少小時的班 工作是為了生活 自己的身體才是最重要的 做到上班工作,下班走人 四,該拿的就要拿,不要謙讓 不會有人感謝你付出的努力 也不會有人記得工作是為了生活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生活才是工作的全部意義 工作只是為了拿錢 沒必要付出全部的時間跟精力 要學會把工作跟生活分離開來 辭掉了三年多的金融業 結婚和老公一起在市場擺攤 最常遇到客人說 你這麼年輕為什麼要來菜市場工作 還有人說既然都要在菜市場工作了 何必讀到大學呢? 過去幾十年逛菜市場 看到的攤商可能都是稍微年長的 但現今去逛市場 會發現越來越多年輕人去做 問題應該改成 為什麼年輕人要放棄一般的就業市場呢? 反而願意走入菜市場做體力活的工作 一,只需要面對客戶 或需要處理上市 二,肯吃苦就能得到相對的回報 三,工作時間早 早下班 能夠靈活運用時間 當然不是鼓勵年輕人都要來市場工作 有時候工作除了給你基本的生存保障 更重要的是 你想從工作經歷中學到什麼 或者找到自我價值 現在的我 運用下班時間 休息時間 學習剪片 拍攝 用至媒體重新養一次理想的自己 生活是靠自己創造的 二十一歲的我創業了 沒有雄厚的家產 沒有父爸爸撐腰 在二十一歲這年 我決定獨自出來闖一闖 體驗看看創業的感覺 也培養自己成為一個獨當一面的老闆 在創業的過程中 自己找廠商設計LOGO 原本LOGO自己畫這樣 嗯? 與廠商洽談設計餐車 還有靠以前的打工經驗設計行銷活動 再來就是不斷的烤烤烤 我烤棉花糖冰淇淋看似很簡單 其實真的很容易融化 經過多次的失敗 終於成功烤出了像樣的棉花糖 因為賣相不佳還要到處找適合的糖粉 也燒了不少錢 終於攤車來了 第一次跟自己的攤車合照 冰箱也來了 滿滿的棉花糖 經歷了三個月的努力 我準備好了 按照片 好 covered 10 現在